字幕提供 我一開始入行是想著 聊聊天 想賺錢 做做後發現 原來這件事是我一直以來 最喜歡最喜歡做的事 在其他工作我沒有得到 一份滿足感 或者責任感 真的覺得太奇妙了 所以我事情 本身見到這間公司 我也是打算做演員 剛巧Manny 問我有沒有做戲的影片 我沒有準備 Youtube的第一段影片 就是跳到心靈線的時候 我彈著結他哭了一場 他說你懂得唱歌嗎 那你唱一首歌來聽一下 然後他拿著結他進來 我就說好,唱一首歌吧 不如簽你做歌手吧 我就是 怎麼了 完全是反應不切 家裡都說得很明白 他們沒有特別支持我 或者很不支持我 就是覺得 如果你選擇了你這條路 那你就要為自己做的事 我覺得自己很幸運 我暫時都 有比較難捱的日子 但總會突然有些方法 可以捱過 我有三位數 我試過 但我很害怕的 因為我是自己租地方的 所以立刻真的會有壓力 那後來就 沒什麼地方出過街 然後又 問朋友周轉了一點 那也算過了 難得找到一個自己喜歡的興趣 然後 你可以把你的興趣 變成一個事業 是很奢侈的事 所以我覺得 沒得想太多這些 已經有 你可以感恩的地方 那你就 放上去 總會有 總會可以的 可能是我 比較貪心 什麼都想做客人 哈哈 我也不會想放棄電影 因為我覺得 走了這麼久 突然間 還有我覺得現在的年代 已經不流行 不流行 我只是做一件事 大家都是slash 還有我覺得 這兩件事 對於我來說 是 好像食物和水一樣 是 雙腹雙食 我覺得是真的 剛好 是運氣 我自己其實 沒有特別想 哪一台 哪一台 對於我來說 劇本永遠都是最重要的 究竟我的角色 是不是我喜歡的 我覺得這些是 最重要的 我們要有很少的 都想要 你 當 你 你 你 鼓勵 他 你 你 他 你 你 by bwd6